好 我们回到上级课内容啊 上级课讲什么来着 上级课讲的是流眼泪 对吧 流眼泪 哗 流眼泪 每个涂层都有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眼泪的设置 比如说 在这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呢 画眼泪 还眼泪之后呢 在这个时间轴上控制它的不透明度和它的位置 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标了 要怎么标啊 一闭眼 这眼泪就从这个这个位置标出来 哎 往上甩着这种感觉的 甩着这种感觉 哎 甩出来的这种感觉的标类 啊 不光是一个哈 哎 这块还有一个 往这边一点 然后呢 这个就落下来 落下来 好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标类的过程 那么再新建一个涂层 把它怎么样了 加一个 涂层 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下来一点点 降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就怎么样 这个就 得从这个基础之上有一个有一个连续的感觉 但是不能在这个上画 在这个上画 让他能够连连贯起来 对吧 连贯起来 左边右边 这个呢 让他就是差不多照三分之一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不能二分之一呢 二分之一他他就他就容易那什么 二分之一他就容易就分不清楚那个顺序 三分之一是比较好的 好 这个完了之后再新建一个涂层吧 这个在 不透明度降一点 哎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要和这边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了 那就是这样 不能在这儿画 在这儿画 哎 这儿又隐隐约约出现一些 这隐隐约出现一些 一个两个三个在这儿画 这儿画这边呢 在这儿画 这边有个小尾巴 好 这样呢 就基本上画完了 这三个图层呢 先搁在这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两个是两个分别图层 我们要怎么样的 要把他们 这个 先缩小这个显示比例 然后把他挪下来 挪下来 然后就是把他搁在这儿 时间短一点 然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视频组 在视频组里面 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交叉 剑引 2.5秒的交叉 剑引 放在这块 好 这个时候 再看他的效果 哎 有2.5秒的这个剑引过来 剑引过来之后 就是控每一个这个东西的不透明度了 对吧 先把什么呢 把这视频组先搁在这儿 然后这三个都开 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呢 每一个的不透明度都是100 但是呢 就是开始控制他了 最开始的时候 在这儿 还没有标 还没有标 到这儿 变化到这儿了 对吧 哎 到这儿 到这之后 先是图层2的不透明度 有 而图层3的不透明度和图层4的不透明度都变成0 就是他们是没有不透明度的状态 对吧 现在只有图层2 然后呢 下一个部分呢 在这儿图层2就怎么样 图层2的不透明度就降下来 然后图层3的不透明度呢 就提上去 图层3的不透明度提上去 然后图层4呢 还是0 在下一针呢 图层3的不透明度降下来 图层3的不透明度降下来 图层 他这个位置 他的不透明度 图层4的不透明度还是0 啊 然后下一个 这个位置 图层4的不透明度呢 就 变了 变成100 然后呢 整个先拨一遍这个过程 是这样吧 剩下的就是连贯的问题了 连贯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图层4是不透明 对吧 完全不透明 下一个时间点 图层4再怎么样呢 图层4再 变 透明 然后图层2再回来 图层2再上一个关键点啊 图层2先把它 固定住 然后图层2 下一关键帧 图层2再把它变透明 变不透明 然后呢 图层3保持 下一关键帧呢 现在 现在又变成图层2 对吧 要变成图层2了 图层2之后是 图层2变成 透明 图层3变成 不透明 对吧 然后图层4 保持透明 下一关键帧 图层3变 透明 图层4变 不透明 图层2 保持 图层2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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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层2也不能这么老保持 图层2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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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啊 对 现在呢 现在到这一针是谁不透明了 现在到这一针 它是透明的 图层2是不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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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该怎么办了呢 就该 图层4呢 图层4不应该也是不透明的 图层4应该是 应该是透明的 对吧 应该是透明的 透明了 现在图层2在这 对吧 然后呢 就该图层2变透明 图层2变透明 图层 图层2变透明的这个点 也就是图层3变不透明 然后呢 图层4保持 图层10不透明 下一个呢 就是最后一针了 它是图层3变透明 图层4变不透明 认明过程对吧 但这个不能出时间轴 这出时间轴不行 好 就控制这个最终这个东西 得拉到这个时间轴的这个位置上 好 这样就播放一遍 然后在这可以设置它循环播放 循环播放 好像就就就就就就泪了这种感觉 对吧 泪奔了这种感觉 如果你想要更长一点怎么办 哎 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泪奔的效果 把它保存出来 就是完成了这种标类的感觉 往上刺眼泪的感觉 这次呢 就是这样 现在再见